這個時候我想試吃開箱 我會先從花生開始 接著到這個 最後就吃糖 可以喝湯嗎 可以喝湯 湯才是最美的 還有魚頭 蝦餃 蝦餃 鳳爪 美女剛剛拿了鳳爪出來 經過差不多1小時的車程 經由中央高速 就來到開屏市區 因為要預訂三人房 所以選擇並不是太多 我們選擇開屏大廈 即是上次我們旋轉餐廳 看上去又好像很舊 價錢差不多 這裡還好像便宜一點 我們選擇了星都酒店 不是星仔酒店 本來就在江邊 還有很多免費停車位 不知道是否免費 不要理會 終於我們分配了619 619房間 因為始終開屏不是一個 現代化很厲害的旅遊城市 沒有那些便宜酒店 什麼 好像深圳那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沒有三床房 是的 我們找了很久 6 記得 15 15 那就是這裡 旁邊 旁邊 望江的 我只知道有三床房 這就是房間 又和大家拍攝一個 room tour 我們都很少住到這麼大間房 三張床 三張床 我們特地選三床房 選了很久在美團 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 這裏是單人床 有非一次性拖鞋 以及一次性拖鞋 這裏不錯 可以有一個拉 之後桌面還有一個充電 但是這裏充電是要付錢的 至於這邊 最初我們以為是望江的 又看得到江嗎 看得到 又有一線光景 還有這些窗 是打不開的 但是上面有個氣窗 始終都是那句 沒有辦法和深圳那些六七百元一馬 至於多少錢 待會先和大家開估 這邊是擺行李的地方 應該是洗澡樑掛衣服 至於這邊是洗澡房 很大的洗澡房 雖然老實說 設施看上去是比較舊的 但是胜材就夠大 這裏三個人一起洗澡就可以了 我當然沒有那麼傻 三個人在這裡洗澡 然後是這樣的 這裏 這裏洗手間又可以看出外邊 這裏洗手間看到的光更正 如果不太介意 比如像我們男士那樣 可以打開它一邊洗澡 一邊看著外邊 嘩 真正 其實關燈是沒有人看得到的 小問題就是枕頭只有一個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另一個 或者可以叫他拿的 應該是沒有雪櫃的 應該是沒有的 之外他們還送了兩張餐券 20元的早餐券來的 是我們可以去喝茶 在樓下有茶樓的 又和大家開估計 究竟我們住這裏多少錢 那真的很便宜 就是這個 254元 我看清楚了 它叫做星都大酒店 圖片和食物是很相符的 不是說那些裝甲狗那些 譚江大橋附近有300間餐廳 星都大酒店2022年裝修 光景榜 又真是光景榜 至於免費停車場 應該都免費的 254元 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我用搜索三人房間 那附近有甚麼選擇 其實我選這個 都挺明智的 而且越夜 它就越貴 比如說現在已經變成260元 比如說這個 歐斯卡國際酒店 東匯城 東匯城也好 起碼是大商場 但如果喜歡行商場就過去 370元 就是這樣 370元是 兩百多個是便宜的 是麻雀房 這個只是麻雀房 三百多元 是371元 然後還有 這個就是開屏大廈 269元 其實比這裡更貴 為甚麼我不選擇 我不知道這張照片 出到他入房間 是不是這樣 因為他 說是有地毯的 我很討厭酒店有地毯 我很不喜歡 總覺得很髒的那種感覺 只是僅此而已 而且這裡更便宜 還有這個 中延海倫堡 我們上次住過 是不是 海倫堡上次住過 兩房間 380元 海倫堡上次住過 那個 那裡 不是 總之就 這裡叫香山精品酒店 總之就是我們曾經住過那邊 380元 這個是雙床 記住一下 只有兩張床 那就是其實 就是 就是 不要說別人不老實 總之就不是我想要的 它是兩張米二床 我們今天是三張米二床 還有上客的電競雅肢 基本上都不看 是不是 再遠一點的那些 也都不講了 或者這個 但是已經去到500元 500元又不合適 是不是 所以選擇這個酒店 是經過各方面 深思熟慮考慮的 就是 泥豐都有 客運站那邊 例如好像這個 泥豐183 好像很便宜 一張米二床 一張米二床 沒有早餐 都可以 遠一點 離我直線1.4公里 都可以 也就僅此意 真的選擇不多 這個時候 我就想試吃開箱 我會先從花生開始 接著到這個 最後就吃糖 我會先嘗嘗 嘗嘗 鮮樓我都沒有試吃過 上次有吃過嗎 買過 吃光 不過吃光而已 好像有一點甜味 對嗎 就是這樣 花生也不用跟大家說 是怎樣吃的 它是鹹肝 鹹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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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甜味 淡不多 的花生 這個就是陳皮糖 陳皮糖 不要吃完 我先嘗嘗這個 好吃 很厲害 陳皮糖 這個值得買 18元 19元 78元 3鞭 即是 72元3鞭 72元3鞭 你現在吃的那個是30元1斤 30元1斤 嗯 這個 很香 最後就吃這個陳皮糖 話說是這樣 今早太早吃早餐 不是太早吃午餐 現在已經餓了 我們想出去吃晚飯 那是不是去那個 傳傳餐廳吃西餐 西餐 黃線飯有很多機會 還有在這裡 開車去赤坎鎮 是很遠的 就是這個 漢肌 就是在赤坎鎮 5點鐘去到 好像不太值得 好 我們休息了一陣子 其實大多數時間 都在討論今晚晚餐在哪裡 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開屏大廈旋轉餐廳 但上面發現原來不是西餐 是中餐 他不想吃的 是的 第二 羊肉煲多漂亮 羊肉煲很漂亮 第二 就是譚江半島的自助 晚餐 就平均是150元一個人 經過深思熟慮的女兒 當然喜歡自助晚餐 十五元值不值呢 我吃過一次 上次 都可以 出發吧 五十二萬 城深燕樓 這裏核心地段 鹹江半島酒店 只剩1.8公里 望角 不知道多大 不過這些應該都不會好 西方不整八方 正常 即是五千元一平方米 我猜的 那也是猜的 這些不用看了 三房 經過大概十多分鐘的車程 來到譚江半島酒店 這裏有好處 因為我來過 我知道有萬聰莊 插著萬聰莊 我們去吃自助晚餐 哇 很冷 下著毛毛細雨 在那裏 我們打算這樣 因為我們在美團的app上來買 所以 那裏是蔚來 正因如此 我們去到餐廳門口看看 看見 都很飽 不吃了 這裏果然是譚江半島酒店 充電莊特別多 這裏有一個蔚來 不過這裏應該是快充的 我剛才進去的那裏 是萬聰莊 就是這樣 還有換電 主要吃晚餐的地方 就是這個 譚江半島酒店 自助餐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不過可能我們來得太早 未開始 今天好日 很多人結婚 我們住的酒店都有飲宴 這裏又有 有輛紅車 做婚 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來到這裏 發現張虎受煙 即是說 他裏面今晚是受煙 然後我們問了那個美女 她說如果沒有訂位 今晚不能吃 我們就去開平大廈吃 這裏是譚江半島酒店 很豪華 市政府 當地市政府 區政府 都要在這裏開會 眾所周知 挺好的 大家如果有機會回來 就可以試試 原始我們打算第二天 在上面喝茶 不過因為餐廳有早餐券 所以只能作罷 終於駕駛了幾分鐘車 我們回到開平大廈 停在大廈的旁邊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有沒有位置 剛才我打電話上去 沒有人聽了 有一個可能太忙了 第二個就是不想做生意 或者休息了 但沒理由不做晚事 先上去 我們今晚就在這裏吃晚飯 希望有位置 我想吃牛扒 又有壽司 又有炸雞翼 即是甚麼都有 其實這裏應該是一個 港式茶餐廳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她老闆是香港人 想吃甚麼 很棒 最重要是有位置 而且我是想吃西餐 即是鋸扒 女兒想吃壽司 老婆想吃羊腩煲 五花八門 甚麼都有 看看有甚麼要吃 以前這些是刺身 全部都是時價 不講料 還有大閘牌 又有西餐 又有中餐 跟其實去吃自助餐 談好半島 沒有甚麼分別 還有大盆酸菜魚 我見到 如果在談光半島 價格是 平均150元左右 大概是 兩人餐是299元 就是這樣 眼花撩亂讀餐牌時間 首先特惠魚羊仙火鍋 老婆最初是想吃這個 我都說沒甚麼所謂 中煲98元 很大份 而且還可以再加料 有魚肉有羊肉的火鍋 今天冷其實不錯 來旋轉餐廳吃火鍋 是否未試過 98元一煲 還可以加些貝菜 中餐又有西餐 中西式湯水 38元是南瓜湯 或者牛扒餐 諸如此 魚頭又有 香蕉雞扒 芥末蝦球 是我其中一個想吃的 蘿蔔煲 至於粉麵 黃線炒飯 唐先生很喜歡黃線炒飯 電飯煲白甲焗飯 還有魚丁 我很討厭魚丁這兩個字 佛跳牆也有 真是厲害 月色咖喱大蝦 真是很厲害 狗仔鵝也有 台山菜 開瓶菜 這個時候 上面亦都開了這麼漂亮的蛇燈 很浪漫 這邊就是酒水 酒水就不講 還有 這個是汽水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女兒想吃大閘扒 大閘扒 是嗎 好吧 大閘扒是 美式大閘扒 68元 可以 海鮮 東蔭公海鮮湯 可以 西餐廳還有這些食物 它有刀叉 因為我們要了一份閘扒 又有富裕 就是中西合璧 真的很像開瓶 開瓶就是很中西合璧的地方 因為很早接觸外面 還有這裏是 有個爐 一個爐送緊泥 還有 胡椒粉 還有蔥 還有幾個碗 一個碗是 飲湯用的 對呀 正呀 不能自助餐過來吃中西合璧 也好 也不是一件壞事 尤其今天這麼冷 最初我們考慮吃自助餐 純粹是女兒的 但是自助餐有個不好的地方 第二節就是紅碌 雪藏蝦 放在雪上 它是煎扒的 也算了 要滿座 更卓 这些就叫做鱼饭 而且吃自助餐 如果满坐 就算它有位也好 其实不过瘾 好像走鬼 因为太多了 七档结婚 即是那个 你没有数到的? 我没有看到 七档结婚 一档合伙 一档生日 西餐那里就是生日 即是生日生日 去西餐厅那里 好,我们等货锅就到了 不过是需要打灯的 这个是大杂扒 我都不记得几千了 七十多元 六十八 哇,值得 中间这个应该是鸡扒 这个是牛扒 还有骨 再来就是一条小肠 它已经先吃了一条小肠 这个应该是猪扒 还有摆盘 挺好的 切了它 我也要吃一点 这边还有黑椒汁 应该是 老婆正在切 至于这边 就是牛肉丸 还有中间有个羊肉鱼煲 还有配菜 这些东西未来得齐 太厉害了 także还有一碗 这个是吃东가는 农蔭貢煲 鸡扒 切了忙了 一人一粒 切开十辈而小 好 music 只能多,我会少一点 但我其实 Kingsui 是想吃这个 我以为它会 insists 这些三文鱼吃的 或者是寿司 但是想不到没有 这个会不会是羊肉呢? 牛肉不像 外面就是旋转餐厅 看到的 这个应该叫谭江大桥 之前也来过一次 晚上开了灯会很漂亮 漂亮很多 现在还未开灯 我们就在分金和味 我就分配了这些 是牛扒 现在放下我就能看到 为什么没有汁 我要一些汁 真是浪漫 不知道怎么吃完 先试一下牛扒 我应该从哪个开始吃起来 小腸 小腸 小腸已经给你吃完了 很好吃 说到小腸已经给我吃了 外皮是很脆的 中间很软的 有点甜粉上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很 很廉价 没有肉的感觉 嗯 它开了花 然后很脆 然后试一下牛肉 试牛肉 冬任工都到了 哇 哇 我们这一餐很丰盛 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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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个锅已经滚了 它有菇的 有青口的 有虾的 很开心的一餐 吃牛扒 牛扒 嗯 牛扒有肉味的牛扒 牛扒 牛扒 你吃不吃牛扒 牛扒 我咬到后面 写真是羊扒 是这样的 可以喝汤 汤才是最好的 还有鱼头 哇 有粟米 还有什么 我看不到 吃到才和大家慢慢说 应该是先喝汤 再放肉丸 女儿已经放了肉丸 嗯 都可以了 我刚才吃了这个羊肉 有够酥味 老婆很满意 试试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猪扒 这个是鸡扒 我喜欢鸡扒 猪扒 吃猪扒 应该要崩起这汤来喝 吃这个 挺好 不会死死实实 我很怕猪扒 死死实实 这个没有了 其实谭光半岛 我最期待的就是它的煎鸡扒 很好吃 好吃 好吃 对 没有位置 这里也不错 这里也不错 还没亮点 现在才刚刚6点17分 这个是什么鱼头 有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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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羊肉吃够了 羊肉 很多羊肉 我都 这一锅是中还是小的 这个是不是中的 中份 中份也这么大煲 只要我现在就吃了鸡肉 我快要吃 可以的 皮都煎得很香 真的很好 而且六十多元不贵 这么大一倍 还有 鸡皮下面也不太肥 还有胡椒粉 还有葱 这些腐鱼应该是点羊肉 哇 暖粒粒 现在已经暖粒粒 刚刚 吃完鸡肉 试试喝汤 汤是第一时间喝的 哇 这个是羊肚 羊肚 是黑猫猫的 试试 这些腐鱼 加入豉油 嗯 爽口 就是贪心 蘸一袋 不用蘸多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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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 好了 少少 哇 超好饮 嗯 超好饮 羊肉又好吃 原来加些鱼 我又可以这样做 对 哈哈 嗯 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鱼鱼鱼鱼来到m 前几天我们去哪里看到 應該已經看到鱼鱼鱼鲜 胡椒粉会更好吃 然后加少许葱 少许 对呀 加了胡椒粉 多了一些深辣的味道 喝完汤,最后就吃鱼头 吃鱼肉 好,接下来这一轮 我还想吃羊肉 刚才吃了一块也很好 很软 对,它煮得很软 羊排 而且还要 还有一个红萝卜 我尽量选一些带骨不带皮 这个就是我煮一碗羊肉汤 今晚够嫩 先喝点汤 其实真的不用点这些富裕 各种的 很大 这样的价格 是吧 很多羊肉 只是这一碗 你看 还有很多配菜 哇 这碗全部都是羊肉的 很甜 很甜 还有我还有一碗冬饭 是我的 等一等 先试试这个 羊排 好像这一件 你夹起来给大家看 这是羊排 对吧 这样的 要点一点富裕 应该是我放的 豉油太多 就可以这样拿着吃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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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这一件 这一件是什么部位 我都不知道 大骨头 应该是 也要点一点 嗯 嗯 吃完 这个 西式的 中式的 就是泰式的 这个是冬蔭公汤 这碗是贵我的 我看到有金针菇 有冬菇 有大虾 还有青口 这里 各方面都好 就是有一件事 即是基于我们拍摄 因为拍摄方面 就是灯光不是太足 其他一切都很好 价钱 环境 因为你要对标回广州的餐厅 例如是爱冠 我想吃不到这些价钱 刚才前面的歌记 初语歌记 她是广州来的 她说你要对标回广州 这样才行 不然很值得 他说 试试试 冬蔭公汤 女儿已经喝了一轮 要点一点 点一下湯汁 嗯 很浓 味道很浓 试试喝 奶香味 椰奶的香味 是够的 很浓 辣不算厉辣 接受到那种程度 嗯 用来松范 很好 接着试试一只青口 青口 很大 很大 嗯 而且黏在上面 哇 都很辣 而且吃到后段 有柠檬的香味 和柠檬叶的香味 都是有的 泰国菜 怎能够 不好意思 已经吃到很饱 蔬菜 没动过 打爆大酒 嗯 这个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急 最初要先喝这些汤匙 因为它一边滚 滚的时候 干水会变咸 其实现在这个状态 已经很咸 但是呢 还是可以打爆大酒 或者蔬菜 崩起它 因为这些 都不用 一锅 哦 那就是 还有很多药 我们吃了多少 我吃的算少 老婆吃的更多 我真的吃得很饱 哇 你看 至于这个 这个也很好吃 女儿已经吃到这样 还有一个魷鱼 然后 很浓味 这个多钱 今天是星期六 现在差不多到7点 我们就买了一单 驾车去大商场 那里有超市的 那里有超市的 计划去那里走 还有那里有万冲桩 充电 因为明天 我们再在附近走 就直接去台山吃海鲜 计划是这样 看天气 好了 老婆卖了单 羊肉煲 原来是这样的 98元 就是一个煲 牛肉丸 15元 又不贵 娃娃菜 美式大杂扒 和冬蔭公 都是68 最后买单264 便宜过去吃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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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坐满 这么厉害 这样喝茶也是第一次 有十元券 十元券 是这种 自己去拿点心 接着吸引 又或者 落单 我去拿你点单 不如 我们去拿点心吃 虾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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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现在聊暖独餐牌时间 但是跟大家讲讲几次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打折 通常星期日是没有打折的 应该是这三样是18元一款 这三样 这个是13元的 这个是我最后走的时候 看到有个歌技捧着 我就叫了粉 我原先想做包的 想想不要吃那么多包 吃些肉 牛肉球 然后鳳爪就是女儿最想吃的 还有虾饯也是女儿想吃的 就是这种拿着张卡落单的点心 我们可能会再叫个粥的 到时再讲 还有这里有缝仔糕 已经做好了 在上面 是的 可以试一下 不过先吃完这堆东西 因为不是吃不下 是放不下的 我决定从这个开始吃起了 虾饯 试试虾饯 虾饯的皮是厚的 正常的 皮厚就没有蒸饯 而且它是刚刚蒸好的 就是这样的 很久都没试过这样的喝茶了 我们 真是挺过瘾的 我先讲讲故事 上一个环节 我们吃完那个羽羊鲜 就打算去行超市的 那个叫做东汇城 好像叫做 超多人 在地下停车场排队 不过去到排队的时候 我就决定不下去了 没必要 排队半个小时 如果各位回到以后 最旺的商场应该就是 东汇城 据说有个曼达的 但曼达似乎不够那里 因为那里可能有超市 又有星巴克各种的 接下来试一下牛肉球好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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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牛肉 哦 就是很多牛肉 拳头那么大 就肯定没有 这可能 但是都很大粒 还有老婆思过 都说 肉味很浓 对吧 还吃到牛肉 那些牛肉那些 牛肉那些 是啊 那些 那些油 牛肉啊 牛肉的那些油啊 嗯 牛香味啊 好绿好绿 好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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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后面 还有这么多美食呢 我想 这里可以连中午一起吃 好吧 你说 广州有没有 有肯定有 近鲜也有 你说便宜不便宜 也不算便宜 但这种氛围 很好 星期日在街坊 都坐在那里 喝早茶 是啊 再过多两个星期 就 就已经是 随直了 大年初一了 嗯 它里面有芫荽的 和有 有马蹄的 看着刚刚蒸好 放在那个 保温那个架那里 那我们就拿了一笼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试 所以它都乱了 那边有些花生 还有呢 又不会有我之前吃过那种 很多油浸住那种的 花生都是脆的 辣不辣 不辣 看上去炸得很脆 炸得很软 你看 还有这些汁调得挺好的 汁通常都是 都是他们餐厅自己调的 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是周一到周五 才有特价 其他时段呢 就没有特价的 比如说优点 那样 18元 接着呢 现在是14.8元 特价的话 就继续吃了这个 是挺好的 然后呢 粥也到了 这个会放在最后的 倒下去 倒下去 倒 不怕 倒 这个等一等先 等一等先 哇 好刺激 那它是生滚的 煲煲通通的 有一些皮 哎 它的瘦肉挺漂亮 又是这种 生滚 是啊 生滚的 放凉一下 是啊 放凉一下 一人一根 放在这里 到时自己搅拌 它已经开始吃了 至于我想试试这个 够够散的 这个 在一个很好的猪肠袋里面 釀的那些肉 釀的那些肉 在地区都很喜欢 很多这种食物的 这个 是不是叫猪肠鹿呢 算不算是 嗯 它的肉呢 是碎的 碎的 然后呢 粉皮呢 是很厚的 它要包得住 因为太薄 不行了 但是我想再吃个 缚仔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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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一开平一下台山的 这边缚仔糕也很漂亮 嗯 暂时最满意我 都是个鳳爪 先看 我看到那个叔叔 在那里倒些 豉油下去 我跟着倒 哦 就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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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有午餐的 好像 是酒楼 是 酒楼 是 我们在楼下 看到停车场 旁边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厅 昨天一个好日 所以我们才去吃西餐 我们呢 我们呢 经常就说 去喝茶呢 要找些 有得摆酒啊 或者 中菜啊 那些茶楼呢 就是这样的 你看人家的师傅 几快酒 最起码 炉头都热一点 如果去那些 小餐厅呢 你跟他摄粉 没什么分别的 就是丁那些呢 都多年轻的 因为呢 很多人在楼上住酒店 首先是对得起这个价钱 多少钱呢 200 5元 204元 完全对得起这个价钱 三人房 先说清楚 三张床的 但是呢 小问题当然有了 因为始终是比较便宜 嗯 我洗澡呢 我是喜欢那个花灑呢 放在上面 那样去洗的 但是呢 他放在上面那个架呢 是没有架的 嗯 是要全程拿一手 拿着这样淋 那些东西 他还说很舒服 不过很厉害 那些水 水温够 够热 很厉害 很厉害 那些水 其实没什么瑕疵 不算很吵 外边 因为外边 看到一线光景的嘛 还不可以 还有 皮不太够 但是 皮不是很热很热那种 即是很暖那种 但是够 嗯 这样 枕头不够 是枕头不够 没错 枕头不够 基本上都是这样 方便 剩在一个 这个酒店最大的一个 优势就是方便 停车又方便 过来喝茶又方便 就算没有那二十元券 我想我们来到这里 望望 看见这样的阵势 都会在那里喝 就是这样了 至于现在呢 我就开始试一下 粥 不定一碗先 不要慢慢挂着说 但是有皮蛋 它皮蛋不是那种 链碎那种 整只切下去的 生滚粥 通常都是会这样做的 生滚粥 那些粥 已经是 是 下了去 那些米 再怎么捏水 是不可能的 份量都够三人一碗 他几乖 帮妈妈不足 哇 乖到 抵抵他出来玩 是吗 是吗 昨天吃了太多 哦 我等着吃粥的时候 又看看他们茶楼 酒楼有什么吃 这个叫做 华庭酒楼 特价自然手肘骨38 烧尾拼盘38 这些是 11点后有售 二场菜品六选一 原来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 哦 雙皮奶的女儿 看对我 我说不要了 你回到广州 慢慢吃 但是多 起码有些选择 还有我想吃个家乡瓦仔糕 这边呢 看见 花花一夜情 就是一晚晒干的那些鱼 还有鸳鸯麦鱼脆饼 很厉害 竹水 那些浸毛骨鱼片 哇 大多数价格都正常 瑤柱炒饭又有 因为可能多数是没有客 还有呢 因为疫情过去三年 很多 很多 旅馆 宾馆 生意都很难做 要开阔 开拓 不同赚钱的途径呢 他们就会有麻雀房的 比如说我们订一个麻雀房 打牌了 两百元 我们上升的时候 又见到麻雀房了 那些人一路打一路打 一路打 打得天分地暗的 所以呢 他们有时候肚饿 打麻雀肚饿 不知道的嘛 突然肚饿 可以来这边吃 吃 至于我吃粥 生滚粥 好吃的 生滚粥 很厉害 很厉害 嗯 哇 来到现在呢 差不多九点半 撞是这么多人的 先后呢 我们差点要搭桌 是啊 还有大多数都是本地人 当地人在这里吃的 因为他们 聊天都是用开评话的 我听到他们是开评话 但是他们说什么 我是不太懂的 我们一起在酒店 哦 也有几个游客 爱地游客 最后呢 就以这个勃仔糕结束了 看看先 它是这种 全部都是白色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 这种椰子味 我猜的 我不知道 一个牙签 鱼出来 那就行了 好像一个勃仔 这样 这样 它这样刺出来的 嗯 它是一个勃仔糕 因为它是没有豆 那些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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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些东西的 它不会咬下去 那些牙腿 那些糕黏住那种 那种 不算好甜 那种也挺好的 就是这样 它一圈 就圈了出来 其实不用圈的 一刺下去 一刺下去就能出来 它不是黏得很实 那种 有些不漂亮的 它是黏得很实的 是吧 有米味 有没有 米造的 嗯 米造的 挺好 而且还叫最便宜的 那款点心来的 港口的没有那么黏 有些是 我说牙 舌头都黏住 都够胆的 我吃过那些 咬多少咬不到 它肯定吞下去 有些摘物品 有些呢 那就是最美的 亚提品 加上给你了 它喜欢吃 最美的就是 马蹄粉 最美的马蹄粉 那边的 那些 港马蹄粉 而且它是 纯白色的 没有放很多 味料 食素 令到它 变得 很受欢迎 视角上 没有的 嗯 嗯 我们就吃饱饱了 最终是付75元的 减乎是最贵的点心 比较有特色的点心 那个餐券免了20元 那就是95元 茶位2元 哦 很特别 真的挺好 不会很千篇一律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叫光明东路 吃饱饱在附近行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想在附近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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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但是因为下雨 所以没有办法 不知道开瓶有什么美食 这道牙就可以告诉你 煲仔饭 我知道 凌粉池 是这样的 艾池 应该是 芋头糕 我妈最喜欢吃 腐马肿 还有赤嵌鴨竹 很多食物 我认识太大风 没办法拿无人机飞 因为在拍也挺漂亮 不知道大家有否留意到 我近期少了飞无人机 通常我都喜欢夏天飞无人机 因为夏天只要不下雨 一落落很大 一落很小 到秋冬时份风大很难飞 以我的技术 再加上通常秋冬天气 都是会很灰蒙蒙 拍出来不漂亮 留下吟 另外开平这地方都挺容易居 有食物 有美食 住得有足安静 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买了一部车 便宜便便买 贵便便宜便买 便宜便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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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多元那些又可以 很貴,你買Benz寶馬,沒人理會 比如說這些 雨燕,銳資,我不是很想睡覺 靈木,這樣都可以由有車駕駛 每年給保險費就可以了 今次再去看樓價 因為上次都看過 大概知道心中有數 比如說那些很舊的 比如說剛才我們經過那些 大概是多少錢 大概是兩千多元一平方米 然後有些是靚的,新起好的 封了頂的,就五千元左右 比如好像面前這些 我估計是五千元 而且屋子都是很大的 就不會說很細間 隨著便便都一百平方米 換言之,但它們五十萬左右 你便可以選擇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叫澳元 澳洲的澳,澳元 但不是,我看這個 新鮮電話地圖 二手都要一萬元一平方 開屏東匯城 就是我先頭所說 塞車最美的那裏 二手房有一套都要一萬元 那便要一萬元 美的那些 這些可以看到江邊的 東匯城那些是最新最美的 樓下停不了車的 應該我們可以理解到 出租別墅那些不算 一萬元一平方米 是它的上限 下限就不說 那些不說 因為有些屋舊未知 遇到危房 但也很舊 那些便不說 之前我們上次 和老婆來這裡看過 十幾萬元都有交易 2,000、3,000元一平方米 十幾萬元 好像這些屋苑 那樣的感覺 一萬元一平方米 实际上以去到延长为准 而且现在这样的二手楼价 有价没有施施了一万 到时说 在社交媒体看到广州很多都是 进去已经斩10%下来 港州刚刚新消息 12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放开限购 相随其他都跟着会 因为刚刚出了数据 广州一手房卖得很差 是近10年8年最差 很正常 挺漂亮的 又有奥原二层停车场 那些车也不用乱停 又有垃圾房 旁边有旧小区 这些就大概二三千元左右 我们纯粹在附近走走 就没有什么买 上次我们看了对面江 近騎楼那边的楼架 我们其实想在这附近 都了解一下有个知识 开平是一个 老实说 我可以这样说 不是一个创业好的地方 但是住呢 就是我们去过这么多地方里面 既要有城市化 是的 又够安静的地方 那些食物又多好吃 又不太贵 是的 有一个地方是佛山 第二个我觉得 中山都没船 好像这样的市政的停车 一天最贵才是20元 就是说你停一个月不放就不移动 那是600元 是的 我现在说最贵的 是20元 那些都不用钱了 是的 20元一天 一个月就有600元 如果在广州月秀区 600元打死人 停车 老板去喝酒有时请打 即是他去了喝酒 哈哈 在我们这里进去 这里我们不过去 其实就是电力局宿舍 他们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如果房改就不是租的宿舍 是卖给职工 然后可以卖到的 但是也是会叫电力局宿舍的 但是有个小问题 就是开平这边的公共交通 不是极发达的 我们在路上见过有一次巴士 还有 是的 没有 大多数的人 大家看到 连电动自行车都很少 不知大家知不知为什么 因为江门市 这里也算是江门市 是可以开摩托车 即是香港叫做电单车的东西 对面这两部应该都是 没错了 它的车牌是黄色 终于见到一部电动自行车 可以去水口客运站 是我们最后回来 应该会去一次水口 这个是柱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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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口来这里有多月 水口很远 这么远 很多个站 很多个站 但是呢 全程都是收五元 全程在说 不知要坐多久 不知去不去到 嗯 回来的时候他经不经过 是的 看完份 尽量去 嗯 还有在这里坐巴士 很搞笑的 我已经问过那些同学 下车一定要说下车 千万不要说 我司机会埋站 是不会的 上车的话 一定要遞高手 跟司机说我要上车 要不然他就会 碰行碰过 好了 喝完茶 在附近 简单走一走 因为天气比较冷 都不走那么久 我们回到酒店 然后稍作休息 我们就会开车过去台山 去吃海鲜 今集影片先到这里为止了 各位观众 分享这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们点个赞 回来开平玩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始终开平玩 是比较早 在我说的中国 比较早至本现代化 因为很多人都出了海外 无论是 读书人 又或者平民百姓 我们回来看到很多人 都会说到 我们温哥华那时 哪有这些食物 我们昨晚吃羊肚煲那时 已经听到 当然我这么细节 没有再听下去 很多人都在外面 加拿大 美国都有的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集见 下集我们去吃海鲜 分享这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拜拜 好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